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道中 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 耶利米书33章第三节 神说 你求告我 我就应允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 指涉你 祷告是恩惠的前驱 祝福的序言 私不仁说 我们翻阅教会历史 看见神给这世界的每一个大恩会之前 都有祷告开路 祷告是一个人心灵最崇高的活动 是在这个人们企图 把神排出在外的世界上 谦卑承认我们需要神 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有力的恩典 能把神的能力从天上带到地上来 所以永远要学习正确的祷告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 是正确的祷告 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生命纪 四章二十九到四十节 生命纪第四章二十九到四十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祷告良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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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双趋余额辰 愿主双意在我心愿 日同飞到竹宝刺群 愿主双意在我心愿 风飞到竹宝座前 耐时长力心时全愿 你借着我寻求你别 心高中烟一来恩典 我尽放下剑头中荡 交脱再次到高粱城 生命纪第四章 二十九到四十节 但你们在那里 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 你尽心尽性寻求祂的时候 就必寻见 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 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 听从祂的话 耶和华你神 原是有怜悯的神 祂总不撇下你 不灭绝你 也不忘记 祂启示与你列祖所立的约 你且考察 在你以前的世代 自神造人在世以来 从天这边到天那边 曾有何民听见 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 像你听见 还能存活呢 这样的大事 何曾有 何曾听见呢 神何曾从别的国中 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 用试验 神迹 骑士 征战 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壁 并大可畏的是 像耶和华 你们的神在埃及 在你们眼前 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 这事先给你看 要使你知道 唯有耶和华 祂是神 除祂以外 再无别神 祂从天上 使你听见祂的声音 为要教训你 又在地上 使你看见祂的烈火 并且听见 祂从火中所说的话 因祂爱你的列祖 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 用大能 亲自领你出了埃及 要将 比你强大的国民 从你面前赶出 领你进去 将他们的地 赐你为业 像今日一样 所以 今日你要知道 也要记在心上 天上地下 唯有耶和华 祂是神 除祂以外 再无别神 我今日 将祂的律例 诫命 小遇你 你要遵守 使你和你的子孙 可以得福 并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的地上 得以长久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神秘记四章二十九到四十节 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到十三节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到十三节 经文说道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到十三节 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到十三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到十三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正确的祷告 祷告 祷告能使那些真心恳求的人与神相亲 祷告的人和所带导的人都是大有得着 祷告 祷告 祷告能打开神的心 并使一无所有的心灵得着满足 基睿图 基睿图 每每每就着祷告 亲近神 向神敞开心 主动朋友之间 推心致富 求见证 神与他的友谊 祷告 祷告是透过基督 靠着圣灵 真诚理智 且深情地向神清心土意 为着神所应许的事 或为了教会的益处 根据他的话语 将自己的事 如实地向神臣民 凭信心顺服他的旨意 真实的祷告 不是冰冷的 而是充满火热 生命 活力 与情感的 仿佛与世人同说 神啊 我的心切慕你 如露切慕溪水 神允许了 丹一礼的祷告 丹一礼就说 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从亘古 直到永远 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 他改变事后日期 废王立王 将智慧赐予智慧人 将知识赐予聪明人 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 知道暗中所有的 光明也与他同居 但礼并祷告说 我列祖的神啊 我感谢你 赞美你 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 允准我们所求的 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 热切的祷告是全人投入 以至于他的祷告蒙垂听 他也从与基督相交的经历中得安慰 圣徒宁愿失去生命 也不愿失去这项祝福 人心若如此祷告 便会看到世上万事 即是虚空 唯有在神那里 才心灵能得到安息与满足 祷告是顺服神的旨意 按照神的旨意祷告 让我们在祷告中大有信心 因为知道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 坦然无惧的心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 善尽我的最高职责 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 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 与孙大中一起灵修 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 今天我们思想正确地祷告 这个题目 华伦·魏斯比牧师 在他的解经书里提到 尼布贾尼撒王击败南国犹大的胜利 似乎让人们觉得 巴比伦的假神 胜过了代理所信所侍奉的真神 代理把祷告放在性命之前 他宁愿失去生命 也不愿失去这项祝福 祷告是他属灵的习惯 没有什么事能改变这个习惯 神在巴比伦借着敬前的代理 荣耀了自己的名 代理书第二章记载 尼布贾尼撒王做了梦 心里烦乱 不能睡觉 他做了梦自己却已经忘了 却要人给他解梦 任谁也没有办法 因为连他自己都不记得 做了什么梦 也因为没有人能讲解他的梦 他就气愤愤地大发烈怒 吩咐灭绝 那些巴比伦所有的哲士 那些巴比伦的术士用法术的 行邪术的跟观照的 没有一个能把尼布贾尼撒王做的梦 给他讲解 因为他自己都忘了 代理知道巴比伦所有的哲士 即将被灭绝 就进去求王宽献 说他可以把那梦的意思 为王讲解 圣经说 代理回到他的居所 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 哈纳尼亚 米撒利 亚撒利亚 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 施怜悯 将这奥秘的事指明 免得代理和他的同伴 与巴比伦 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 代理找同伴一块祷告 互相扶持 他们精心祷告 专心祷告 并且是竭力的祷告 这场被掳之地的祷告会 非常有果效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 果然是大有功效的 代理书第二章 十九节记载 这奥秘的事 就在夜间异象中 给代理显明 代理便称颂天上的神 足见祷告的力量 神垂听代理的祷告 向他显明 深奥隐秘的事 又将智慧才能赐给他 麦尔博士说 祷告如果达到了目的 就不必再挣扎下去 有甜美的确据 知道神已经听了我的恳求 多余的话就不需要了 代理的祷告 一蒙神英语 他就称颂天上的神 今天神应允了你的祈求 你是否记得感谢他呢 代理为我们树立了美好的榜样 当神应允他所求的 将王的梦跟梦的讲解 在异象中向他显明 他就立刻为神所彰显的大能 由衷的向神感谢 我们来看代理的感恩 代理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 代理说 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从亘古直到永远 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 他改变时候日期 废王立王 将智慧赐予智慧人 将知识赐予聪明人 他写明深奥以秘的事 知道暗中所有的 光明也与他同居 我列祖的神啊 我感谢你 赞美你 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 允准我们所求的 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 以后代理 来到尼布奖的骚王面前 为王解梦 他就首先称颂 神的智慧跟全能 宣告他所信的 是拥有最高全能的神 代理书二章二十八节 代理对王说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 能显明奥秘的事 接着说出了 尼布奖内撒王 他所做的梦 并且给王解释那梦 圣经说 当时 尼布奖内撒王 俯伏在地 向代理下拜 并且吩咐人 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 王对代理说 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 你们的神 承认是万神之神 万王之主 又是显明奥秘事的 承认代理所信的神 是万神之神 万王之主 当神把 但与里的三个朋友 从火药里救出来之后 那些总督 钦差巡抚 和王的谋士 一同聚集 看着三个人 见火无力 伤他们的身体 头发也没有烧焦 衣裳也没有变色 并没有火 燎了气味 尼布奖尼撒说 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并且降止 不许任何人 毁谤 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的神 后来 尼布奖尼撒王自己 被神惩罚 离开世人 与野地的兽同居 吃草如牛 直到日期满足 理智恢复过来 王就称颂至高者 赞美尊敬 活到永远的神 说 他的权柄 是拥有的 他的国存到万代 代理书 四章三十七节经文说 现在 我 尼布奖尼撒赞美 尊崇 恭敬天上的王 因为他所做的 全都诚实 他所行的 也都公平 那行动骄傲的 他能降为悲 代理脱离 狮子坑之后 大黎王 降之小裕 他所统下的 全国人民 要全国人民 在代理的神面前 战惊恐惧 说 因为他是 永远长存的活神 他的国 永不败坏 他的权柄 永存无极 神的名 在外邦中 被尊崇 大得荣耀 代理保守自己 不沾染外邦的污秽 他熟读神的话语 明白神的旨意 但他晓得 耶路撒冷 荒凉的年数 七十年为满 他就向神 恳切祈求 求神自己 是脸光照 他荒凉的圣索 眷顾犹大 荒凉之地 和成为 他名下的城 代理 匹马蒙徽 尽时祷告 恳切祈求 求神 因语而行 为自己 不要迟延 因为这城 跟这名 都是称为 主名下的 代理 向神祈祷认罪 摩西在 《生命纪》第四章 已经预言百姓 在被掳之地 必寻求耶和华 他们的神 并说 你尽心尽心 寻求祂的时候 就必寻见 日后 你遭遇一些患难的时候 你必归回 耶和华你的神 听从祂的话 耶和华 你神原是 有怜悯的神 祂总不撇下你 不灭绝你 也不忘记 祂其事 与你列祖 所立的约 代理书九章 四到十九节 记载了 代理很长的祷告 十四节 代理说 耶和华留意 是这灾祸 临到我们身上 因为耶和华 我们的神 在祂所行的事上 都是公义 我们并没有 听从祂的话 十八节 代理对神说 我们在你面前 恳求 原不是因自己的义 乃因你的大怜悯 代理这样祷告 是基于神的怜悯 他知道 他是在向一位 怜悯人的神祷告 他是顺服神的旨意 按着神的旨意祷告 因为这是神的旨意 所以代理 在神面前 坦然无惧 充满信心 神住在至高至胜的所在 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 他所要的祭 就是忧伤的灵 代理书九章二十一节 代理说 我正祷告的时候 先前 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 奉命迅速飞来 约在献晚祭的时候 按手在我身上 神差天使加百列 来加添代理力量 并且告诉代理 他在神面前 是大蒙俊爱的 告诉代理 当他开始恳求的时候 就有命令发出 所以千万不要低估 神回应祷告的热情 以色亚书65章24节 神说 他们尚未求告 我就应允 正说话的时候 我就垂听 有一年 穆迪在芝加哥 布道的时候 邀请他的同工 跟他一块祷告 一同求神 立刻赐下 6000美元的 布道经费 他们长时间地 恳求祷告 还跪在地上的时候 旧人送了一封电报 上楼写着 北田的朋友们 感到你们在芝加哥的 布道工作需要经费 我们就举行了一次捐款 共得6000元 不多不少 正是他们祈求 所需要的数字 诗篇34篇15节 大卫说 耶和华的眼目 看顾一人 他的耳朵 听他们的呼求 是的 主的眼看顾一人 主的耳 听他们的祈祷 敬畏他的 他必成就 他们的心愿 也必听 他们的呼求 拯救他们 祷告 是照着神的 启示的真理 顺从圣灵的引导 靠着基督的功劳 在神面前 谦卑寻求 神的心意 并且用恭敬认真 坦白的言语 撬到好处的 向天父表达自己 对神心意的顺服 照着神的旨意求 约翰说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戴利恳谢祈求 果然到了波斯王鼓励元年 耶和华为要应验 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 并回应戴利的祷告 就激动波斯王鼓励了心 使他愿意下诏 通告全国 让贝鲁的犹太人 可以重新归回故土 在诗篇里边 我们读到 当耶和华将那些贝鲁的 带回西安的时候 他们好像做梦的人 神让他们贝鲁的人归回 好像南地的河水浮流 诗篇 66篇20节 诗人说 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 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 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祷告不是单位的祈求 更是为了深化 跟神之间的关系 不是因为 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事才来 那是因为心里切勿神 为自己向神求 这不是交通 以神为乐 才是交通 因为是交通 我们的祷告 是否充满火热 生命活力跟情感呢 还是冷冰冰的 茫然的 记得一位古代的神学家说过 冰冷的祷告求的是拒绝 与祷告的目标 同等必要的 是要有为达成目标 所需要的强烈愿望 若是你自己心里都不急 神急什么呢 听一个人的祷告 可以知道他的灵性光景 因为祷告不是一件活动 乃是生命 祈祷出来的能力 这本书的作者邦兹说 不可能没有热忱 而有真正的祈祷 反过来说 不可能对神 有真正的热忱 而不祷告 因为祷告 就是生命 美国大布道家 葛培里牧师 之所以能够被神重用 因为他对神充满热忱 有时甚至 就在众人面前 大庭广众之下 他就跪下祷告 他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只在意跟神的关系 祷告不一定能改变 我们的处境 但一定改变我们 神爱我们 他早已经 把我们所求的预备好了 我们有没有表现出 对他浓烈的爱呢 缺少属灵的期待 神就不会显出 他的荣耀来给我们看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众圣徒的祈祷 如香纯列在你面前 何等令你的心欢喜 热切的祷告 不但蒙神垂听 我们也在与你的香蕉中 大得安慰 你在腹里有边 为我们祈求 清新的人有福了 他们常能与你面对面 你已经拣选 不败无相的虔诚人 归你自己 又把诗恩教人 恳求的圣灵浇灌下来 使我们一时要祷告 并且非常看重祷告 你是用荣耀自己的方式 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你要我们学会 正确地祷告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醒醒不倦地 为众圣徒祈求 主啊 什么时候我们不祷告 忽略要祷告 灵力松懈就没有能力 因为祷告就是生命 代理 大蒙你的倦爱 一生充满能力 被你重用 因为一日三次 他双膝跪在你面前 从来没有改变 你看中一切 求告你名的人 你的眼目辩查全地 要想大能帮助 向你心存诚实的人 求主建立我们的祷告生活 使我们更多地亲近你 从你那里 持取能力 愿你按照你的美意 建立我们 使我们成为你荣耀的见证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老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任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心过 似义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笔安慰我 你长笔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 为我摆设 远备 虽然心过 似义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